但有一脉居民生存其中 极为久离 原本在天界的女娲也来到了这片大地 并创造了她的子民 但女娲之民却没办法适应 无日照的阴矮之地 于是女娲授以她们审法 移天换月 从地下唤起天下五柱 定出天地之线 地底也因此出现了大片的空间 自此阴矮终于散去 日照降临大地 女娲之民终于笑颜逐开 但是无法接受日照的久离之民 却饱受煎熬 为了再次遮蔽天幕 与争取大地的生存权 率领群魔与久离子民的 久离部落之主施游 以及率领女娲子民的 女娲之民首领鸡轩 在捉路展开了殊死战 持有手上有柄神剑 是使用飞魂铁 及九地八荒众生魂画柱 此剑不断地漫出烟雾 将鸡轩轩的大军困住 此时鸡轩轩轩 制作出了指南车 冲出了浓雾 手持天界授法 由火神柱镕锁助的神剑 以惊人的力量斩杀了赤油 大败的久离一族 狼狽地逃入了帝界 鸡轩轩 boats 也被尊称为皇帝 但令人不解的是 他不但派人铸造了九支奇异的大顶 还将这历经旷世征战的两把神剑 悄悄地封印到不为人知之处 埋进了历史沉沙之中 逐渐地被人遗忘 直到三千六百年后